但是对于五个海峡却做出了非常奇怪的规定 宗谷海峡 金钦海峡 大鱼海峡 以及对马海峡的东西水道 在这五个水道里面 日本的领海宽洞只设为三台里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一说 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中俄联合舰队 昂首穿行日本的内海水道 合情合理又合法 10月18号 日本防卫省的统合幕僚监部 也就是日本自卫队的联合参谋部 发布消息说 当天早上8点左右 中国海军南昌号055型导弹驱舟舰 率领着一艘052D型导弹驱舟舰 两艘054A型导弹护卫舰 一艘903A型补给舰 以及俄罗斯海军的两艘无位级的大型反潜驱舟舰 两艘2380型的导弹护卫舰和一艘导弹观测直言舰 穿个金青海峡 驶向太平洋 日本方面还放出了现场的照片 10艘战舰列队航行的场景是非常壮观的 让人比较的赏心悦目 金青海峡位于日本的本州岛和北海道之间 宽洞在24到40公里 应该是日本的内海 中国编队为什么能够昂首通过呢 1977年日本通过了临海法 规定日本的临海宽洞12海里 但是对于五个海峡却做出了非常奇怪的规定 中古海峡 金青海峡 大鱼海峡 以及对马海峡的东西水道 在这五个水道里面 日本的临海宽洞只设为三海里 海峡中间的水道是公海 日本虽然是战败国 联合国宪章也没有允许各国家 能够任意侵犯它的主权 所以当日本宣布12海里临海权的时候 各国国家都没有表示反对 可是日本为什么要主动的 把五个关键水道的临海权 收缩成三海里呢 有研究者探查了日本违线中对这件事的记载 原来这样的规定是为了方便美国的核武器运载船通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美国的核武器也没有那么远 也打不了那么准 主要的核攻击手段 还是用轰炸机或者是攻击机带着核弹 突击到对方目标的上空投弹 美国航空母舰上呢 有一种专门的核弹攻击机叫做A5 它的机身内部有一根长管子 里面就塞着一发核炸弹 因为它的专用性太强 几乎没办法执行常规任务 日本制定临海法的时候 A5还在航母上服役啊 这些核弹呢平时就存放在航母上 因此航母也是一种核武器运载船 那关键问题来了 如果美国航母需要突击中国朝鲜和苏联的远东地区 就必须穿过日本海 然后入侵中国或者是苏联的临海 到合适的距离上再放出A5执行核轰炸任务 日本的法律啊 对美国根本就没有约束力 因此日本信誓旦旦的所谓无核三原则 在美国霸权面前压根就是一场废纸 既然无力反抗吧 那就躺下享受好了 所以日本索性通过立法手段 把自己的海洋主权放弃一大块 给美国海军留出通道 那你既然留了通道 美国海军可以走 那其他海军也可以走 在冷战时期 苏联海军就利用日本的这个通道 进出太平洋 要说日本方面没想过临海法的这种后果 那是低估了日本人的智商 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强的海军国家 这就意味着美国舰队穿过海峡西进 有实际的战略战术价值 而苏联或者是俄罗斯海军 穿越日本的海峡东进 示威的意义可能更大 所以啊两相比较 日本还是把五条水道的特殊情况写进了法律 解放军的海军呢 也不是第一次穿过中国海峡和金钦海峡 2008年2016年和2018年 解放军的海军都曾经穿越过金钦海峡 就算中国海军此举仅仅是为了示威 而没有多少实战意义 日本人呢也是非常的难受 因为中国是个传统上的陆军强国 海军弱国 解放军海军能够发起远航的历史并不长 潜出太平洋的概率啊就更低 然而随着中国的工业 现代化和解放军的现代化信息化 地球人都明白 只要解放军海军强大起来 前程无可限量 这次穿行呢 让日本人最担心的事情就来了 率领解放军编队的是055大型驱逐舰 这是当今世界上战斗力最强 功能最完善的大型水面战舰 对空对海对潜对陆功能齐备 而且这种驱舟舰日本是造不出来的 解放军却是下饺子一般的建造装备 有了足够的055和052D 以及配套的其他的战舰和潜艇 解放军都不需要把航母拉出来 就已经完全压倒了日本海上自卫队 如果美国从西太平洋撤退 那东亚的制海权立刻就会落到中国手里 金清海峡最窄的地方不到20公里 站在岸上 有望远镜都能看到055高大的危干 日本人受到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 但是这还仅仅是开始 解放军海舰的发展正在路上 今后我们不仅会看到055边队穿过金清海峡 还能看到大型航母战斗群的穿过 大规模两栖攻击群的穿过 日本只要敢动一下 那就轻奋的解放军队攻海自由航行权 就可能迎来密顶之灾 日本你还派你来几条破船来穿越台湾海峡吗 你还来南海跟着美军航行自由不 好 这句话就结束到这里